大家知道在香港,有一个女演员被称为是富豪杀手,大家还知道她是谁吗? 我相信大部分男性网友绝对能猜得到她是谁,她就是香港性感女神林熙磊, 说起林熙磊,那绝对是如雷贯儿,90年代的香港,她绝对是不输邱淑珍的女神哦, 其实林熙磊是台湾人,出演电视剧《新少林无阻》而进入娱乐圈, 但是直到99年才来到了香港发展,来到香港后的林熙磊才是自己真正成名的开始, 接拍的第一部戏就是王晶指导的《赌家大战拉斯维加斯》, 戏中扮演的是女一号阿典,一个美丽性感的女人, 因为这部戏,全香港人都认识了这个来自台湾的性感女神, 后来媒体还细说王晶导演就是牛, 林熙磊一出道就被她盯上了,确实惊女郎的身份, 让林熙磊在今后的演艺事业一帆风顺, 而后的林熙磊在王晶指引下,出演了不少大尺度的电影, 比如《制服诱惑2》、《摇摆女郎》等, 其中《制服诱惑2》更是让林熙磊获得了香港性感女神的称谓, 虽然这是一部限制级电影,但是千万不要讲歪的, 其实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,除了这些电影之外, 林熙磊还出演了《东京审判》、《千亡之王2000》、《大笑江湖》、 《父子》等其中个人非常《千亡之王2000》中的突恋一角, 其中可以说是把张家辉饰演的梁宽给女死去活来啊, 另外在搭大郭富城主演电影《父子》又引开不小的争议, 因为电影中的尺度问题,林熙磊再次被媒体扩大化, 不过不得不说,林熙磊真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啊, 和很多香港性感女神一样,林熙磊出道至今的绯闻很多, 其中被证实的男友有无大为F4成员朱孝天, 其中和朱孝天的恋情是最受媒体关注的, 不过却维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变分手, 而后十一年,林熙磊就嫁给了美籍华人富豪杨晨, 婚后还添了两个女儿, 婚后的林熙磊就已经淡出娱乐圈, 自从十一年之后,就没有林熙磊的任何作品, 唯一和粉丝活动的也就是在微博中的互动, 如今的女神林熙磊已经43岁了, 却仍然美帝跟少女一样, 真心羡慕这些娱乐圈女星的助言之术啊。